前世,父亲为了清云露 费尽心思培养了我和孪生妹妹 后来,我以美貌文明 太子对我一见钟情,求娶为太子妃 而妹妹以财情文明,却下嫁给了商户为妻 回门那天,妹妹心生嫉妒 将我推入湖底淹死 可没想到,我们都重生回了启蒙那年 这一世,妹妹装作愚笨 成了京城文明的笨蛋美人 姐姐,女子无才便是德 男人看的是相貌,财情好根本没有用 可谁说,辛辛苦苦念的书,得的才 只能用在男人身上 一,爹爹,我不会背 当妹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知道她同我一样重生了 父亲出身寒门,高中状远入了汉林 那之后,她一直停留在这个位置,不曾调动 反倒是出身世家的榜眼,探花 一路高升至从四品 从那天起,父亲便为我和妹妹 请了女夫子回府教导,学习 今日是我们启蒙后 父亲第一次来抽查我们的课业 前世,因为妹妹背得磕磕绊绊 父亲的脸色十分难看 我怕妹妹挨骂,便扯了谎 说自己完全不会背 原本想着同妹妹一起受苦 可不成想我不仅没挨骂 还彻底不用念书了 父亲命人搬空了我院里所有的书 他说,我没有念书的脑子,就得靠美貌 不看书,就不会伤眼 眼神便能灵动有光 一开始,我还很高兴 以后都不用写字,念书了 那得多么快乐呀 直到我的院里没了油灯 夜色一暗,我就得休息 养神养夫,保护好眼睛 并且,我所有饮食都被客扣到 只有妹妹的三分之一 再也没吃过一顿饱饭 父亲新派来照顾我的柳原姐姐说 只有从小控制食量 才能养成巴掌大的细腰 就这样,在父亲的刻意培养下 我成了京城第一美人 而妹妹,每日被关在院里 不停地学习 从琴棋书画到诗词歌赋 甚至有时候 还能学习那些男子 才能学的文章策论 最终,她以才情文明京城 成了第一才女 后来上元节,我偶遇太子 太子声称对我一见钟情 向父亲以太子妃之位求娶于我 父亲欣喜若狂地答应了 而妹妹被父亲下架皇商为妻 一个有权,一个有材 我们俩都成了父亲青云路上 顶好的垫脚石 可没想到 这样的结果令妹妹对我心生嫉妒 在回门那日 将我推入湖底淹死 她不甘心地嘶吼 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念书 要嫁给低贱的商户 而你靠着美貌 轻轻松松地嫁给太子 冰冷的湖水 远没有妹妹的指责来得刺骨 我原以为 妹妹与我一起降生 一起受苦 一起成为父亲的工具 她硬是世间最懂我之人 可偏偏 她恨我 恨到要我去死 再睁开眼 我重生回到了 父亲拷问功课的这天 既然重来一次 妹妹抢先选择美貌 那我便走她上辈子走的路 更何况 谁说辛辛苦苦念的书 得的才 只能用在男人身上 啊 父亲领着妹妹出去了 妹妹得意地回头冲我 扬了扬下巴 她在向我道别 也在向前世的自己告别 走向她认为正确的道路 我淡然地收回目光 将面前的书 端端正正地捧在手里 随后 上前弯腰行李 夫子 还请再给学生一次机会 过了许久 父亲回来了 他见到刻苦求学的 我很是欣慰 领我去了新的院子 这个院子有个大大的书房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书 从这天起 我又多了两位夫子 也是从这天起 我没有再饿过 无论是肉体 还是精神 我贪婪地汲取着 前世从未接触过的知识 将其化为所有 充盈自身 再次见到妹妹 是在集集后的上缘节 明明是双生姐妹 身子单薄的 好似风一吹就会倒 那双明亮灵动的眼睛 似乎就占了脸颊的二分之一 白肤红唇 只瞧一眼 便叫人难以一开双目 心痒难耐 我盯着妹妹久了 妹妹只当我是在羡慕 她伸出嫩白的小手 在我面前晃了晃 姐姐 许久未见 你怎么成了这般模样 在父亲的灌输下 妹妹已然觉得 自己这样的相貌 这样的模样 才是最好的模样 殊不知 这般模样 便是最适合我的模样 我蹴了蹴眉 握住妹妹的手腕 将她的手拿了下来 妹妹吃痛的叫出声 不满的嘟囔 姐姐以后还是少吃些吧 腰这般粗 力气这般大 以后那门高门公子 可看不上你 我扯了扯嘴角 没有回话 她并不能理解 女子也可以 不需要高门公子的欣赏 所以 多说无意 因是上元节 处处张灯结彩 人人外出赏花灯 最多的便是猜灯迷 前世 我看不懂诗词 可又实在喜欢那兔子灯 只能笑脸相迎 靠着那些高门公子的虚荣 才得以拥有 可这一世 我可以靠自己得到想要的东西 思绪回龙 我垂眸将手中的铜板 放在小摊上 我在专心猜灯迷 银花灯的时候 妹妹在四处张望 寻找太子的踪迹 她不知我前世 何处撞见的太子 生怕不小心错过了 若是错过了 以我们如今的身份 怕是这辈子都难以再见 所以 这是妹妹唯一的机会 三 没过多久 妹妹身边便多了位 身形高大的男子 一身暗子华服 脸上附着面具 瞧不真切长相 只有腰间一枚龙文佩 一眼便能瞧出 是宫中的物件 这便是微服出访的太子了吧 前世太子声称 在上元节偶遇我 对我一见钟情 实际上 我并没有见到太子殿下 嫁过去 也只做了三天的夫妻 并不相熟 两人逐渐向我这边走来 妹妹雀跃的仰头 向她说着什么 那人却冷冷淡淡 没有什么情绪 小娘子在这般赢下去 在下只怕连摊子 都要赔给你了 耳畔无奈的声音 将我的注意拉了回来 我低头看了看 手中提着满满当当的花灯 善笑了两声 即使出来买卖 自是有盈有亏 烟花四起 我嘴边的话猛然顿住 面前人一身淡蓝色长袍 身形修长 面若观玉 竟是我前世嫁的太子陪酒穿 等等 我猛地回头看向妹妹 太子在这 那妹妹身边的那位又是谁 思绪间 二人已知面前 九公子 这位是我的姐姐娄央 姐姐 这位是我的救命恩人 九公子 方才若不是他拉了叶尔一把 叶尔只怕要被这人群 踩成肉饼 妹妹说着望了一眼九公子 随后便娇羞地一开双目 脸颊飞红 九公子 陪酒穿 陪是皇姓 太子殿下即时微服出游 自然不会暴露名字 难道 这位真的是太子殿下 可这摊主又怎么会 与太子殿下长得一样呢 脑海中思绪万千 面上我却半分不鲜 九公子冷冷地扫了我一眼 点头问了好 便收回了目光 捕捉到这一状态的妹妹 顿时松了一口气 不用才也知道 妹妹这是放心了 她害怕太子殿下如前世一样 对我一见钟情 这个九公子 对我的态度如此冷淡 妹妹提着的心 算是放下来 她扫失了两眼小摊 语气有些不屑 姐姐不去赏烟花 在这桶花灯叫什么劲 赢不了 给点银子买下整个摊子就是了 我挑了挑眉 若是买不下呢 这怎么可能 妹妹语气夸张 不过是低贱的商人 本小姐的光顾是对她的恩赐 妹妹说着 从腰间的荷包 抽出一张银票丢了过去 这里的花灯本小姐全买了 我笑而不语 前世 我也是过花钱买下 可老板只猜不卖 无论给多少银两都不卖 现在想来 裴九川贵为太子 断然不会缺这么一点小钱 他藏在这个角落摆摊 目的并不是赚钱 等等 回忆起前世 我突然眼前一黑 如果说眼前这位老板 真的是太子殿下 那么前世 他对我一见钟情 就是瞧着我对那些高门公子 产妹先销唤花灯 我一细记得 拿到花灯后 我找借口溜走 还在背后将这些人骂了一顿 所以 太子殿下是怎么对我一见钟情的 裴九川仿佛没有听见 妹妹贬低的话语 烟花结束 光亮暗了下来 裴九川个头高 眼眸藏在黑暗中看不真切 唯有嘴角 在花灯的照射下 依旧是那副笑嘻嘻的样子 这位小娘子 确实是买不了我的摊子 毕竟 花灯已经全部被你姐紧走了 四 妹妹嚣张的表情瞬间僵住 她难以置信地反驳 这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赢下所有的花灯 这个摊位的花灯 最为精致好看 但灯迷也是最难最刁钻的 便是那些从小求学的高门公子 也猜不出几个 妹妹前世 便是猜瘾六盏花灯 显露了才女之名 我无视震惊的妹妹 将手里的花灯又放回摊位上 这些算我入骨 咱们五五分账如何 裴九川神色微妙 小娘子这是空手套白狼啊 就凭 这狼由我九分功劳 裴九川失效 接过我手中的花灯 递给了妹妹 这回买得下了 妹妹被气得满脸通红 目吼道 不要了 我才不要剩下的 她说完 正愣临顺 这才想起身旁有个 一直没吭声的太子殿下 脸上表情 重新回了原先温婉的模样 因而还是不打扰姐姐与朋友叙旧了 九公子 河岸那边的烟花要开始了 我们去那边赏烟花可好 这位九公子下意识地看向裴九川 并且我眼尖地注意到 裴九川放在花灯上的手指 动了动 就像是给出了指令 九公子或许是太子身边的人 任谁能想到真正的太子殿下 在这卖花灯呢 两人走后 我提着我的兔子灯告别 走远后 我回头望了一眼 有几位男子悄然靠近了摊子 看来卖花灯确实是个幌子 我摇了摇头 整理了下脑海中的猜想回了府 五 上元节结束 妹妹第一美人的名声 也被父亲散播了出去 府上的门槛 差点被美人踏破了 反倒是我的才女名声 不太散播地出去 就好像有人在刻意地阻止一样 起初我怀疑是妹妹 后来我想 她没那个能力 这日 我正翻着一本古籍 便有下人传话 说是东宫来人了 我换了件衣裳 到正厅的时候 妹妹已经在了 她羞涩地用手帕遮掩了半张脸 同父亲低声说着什么 我上前两步 醒了离 父亲清了清嗓子 公公 小女都来齐了 站在前方的公公 转过身从怀里掏出一个荷包 咱家就是出宫采购 帮着殿下烧个东西到府上 父亲接过荷包有些发猛 这 公公可知殿下这是何意 不等公公回复 妹妹直接抢过父亲手里的荷包 爹爹 这定是太子殿下给我的 妹妹这般不合规矩的样子 令父亲脸色一沉 然而 妹妹嘴里的话 又让父亲有些好奇 太子殿下为何要送你荷包 妹妹欢喜地攥着 定是殿下瞧见 我在上元节花了不少银两 怕我回府 而父亲责骂 命公公给我送来了银票 父亲紧皱的眉毛舒展开来 方才沉下去的脸色也迅速好转 妹妹见状 像是妖宫似的往父亲跟前凑了凑 拆开了荷包 下一秒 两人脸上的笑容僵住 妹妹将荷包里的银两倒到手心 我凑上前一看 哦哦 就十两 妹妹笑容勉强 这也是心意 一旁观望许久的公公出了声 殿下说 这是给娄小姐的分账 父亲和妹妹两脸懵逼 我顿了顿 举手打断了众人脑海中的猜测 那个 这个荷包 或许是给我的 六 不可能 妹妹想也没想地反驳了 姐姐都没见过太子 怎么可能是给你的 她转头就向父亲告状 那日姐姐与一个卖花灯的商贩 相谈甚欢 还坑了我与殿下不少银钱呢 女儿一直同太子殿下一起 这荷包必定是给我的 妹妹越说越口无遮拦 父亲连忙呵斥 慎言 妹妹善笑两声住了嘴 公公显然见惯了这番场面 笑呵呵地提出告退 送走公公后 父亲冷着脸询问我是否真如妹妹所言 太子在上元节扮演商贩 这若是让父亲知晓 以父亲的性子 只怕会多声事端 想到这 我反问妹妹 你从未见过太子 又没有看到九公子的脸 就这么断定他是太子 妹妹十分得意 九公子的腰间挂了宫中才有的龙文佩 这不是太子还能是谁 可你有没有想过太子微服出游 又怎么会如此醒目呢 父亲眼神闪烁 显然与我想到了一起 妹妹绝了绝嘴 娇俏地靠在父亲的膝头 若是我认错了 那这特意送来的荷包又怎么解释 这一下 父亲信了大半 他右手轻抚了下妹妹的脑袋 左手向我挥了挥 这里没你是 回去吧 我瞧着眼前慈父笑女的样子 无奈地在心底叹了口气 罢了 也就十两 这之后 府中一直向安无事 有次我撞见母亲给妹妹添置新的衣裳和投差 正好听见母亲细小的声音 为何一定要善其一 不叫孩子才冒双全 父亲冷声道 你懂什么 要的便是美人无才 才女无言 母亲是庶女 因长相好被敌母忌惮 养成了唯唯诺诺的性子 嫁给父亲后 便全听父亲的 不敢多问也不敢多言 父亲眼中只有仕途 也没有再拿窃 当年这事还是经成一段佳话 父亲沉默了一瞬 再次开口 只是不成想 一儿能叫太子看上 这几日 劳烦你将一儿带在身边好好教导了 后头的我没再听见 也没有什么后续了 才女无言 笼络不了父亲的心 美人无才 只能依靠娘家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同父亲 成为一条船上的人 我猜想 父亲原本是想培养一位才女 做高门正妻 再用颜色好的女儿 换个助力回来 偏偏没有如他所愿 让这好颜色的女儿 让上面的桥了去 便只能临时培养规矩 长家之术了 气 这之后过了几日 父亲忙于差事 我得以溜出府 去了封雅斋 封雅斋是京城最大的酒楼 也是我六年前 背着父亲有的产业 我将手中的账本放在桌上 笑道 账本没什么问题 只是如今生意蒸蒸日上 我也没出什么力 不好拿这么大头 李叔放下手中的茶盏 要不是当年小姐的救命针 哪有封雅斋今天的产业 小姐为封雅斋提出的那些意见 更是无价之宝 互相吹捧了几句 正欲离去时 突然听见隔壁雅间 传来了争执声 听着不太真切 只捕捉到了两个关键词 血灾 流民 李叔低声解释 隔壁应当是朝中人员 每次都要一个四周无人的雅间 你不常来 隔壁便定给了他们 我心中有了几分猜测 提笔写了封信递给李叔 劳烦李叔上菜时 将此信一并送进去 没多久 李叔回来了 说是要见血信之人 我起身理了李一群 进了隔壁包间 扶身行礼 楼央见过各位大人 楼小姐又见面了 熟悉的声音响起 我抬头望去 果真是裴九川 殿下许久未见 裴九川一愣 展眉笑了笑 楼小姐聪慧 裴九川身侧 那位大富贤贤的男子 等不住了 打乱了我们的寒暄 直接发问 这封信是你写的 我点头 好 真是好法子啊 楼小姐应当对老夫的身份 有所猜测 你有何所求 说出来老夫可以满足你 此人能坐于太子身侧 官职定当不低 可 我抬头楼央所求 只怕要殿下才能满足 众人一顿 看我的神色 也从欣赏到失望 问话的男子也是一顿 看向了裴九川 我知道 他们想错了 他们以为我想要一个 进东宫的机会 我没有卖关子 直直跪下 腰杆立的笔直 楼央想求的是一个 参加相识的机会 我的话落下 现场陷入了诡异的安静 众人面面相去 皆是有些枉然 科举之路 需一步一步往上考 但也有一条捷径 那便是身上下旨 准我破格参加 长久的沉默后 有人开口 可你是个女子 我立即反驳 其后在位时 早已开了女官制 科举早已不限制性别 既女子可以科举 那楼央为何不可 无人在应答 裴九川起身 至我面前将我掺起 本宫与你 吧 详谈结束后 其余人先走了一步 我与裴九川走在最后 你是何时发现我的身份的 这 我总不好说自己前世 当了太子妃之小的 就在我绞尽脑汁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姐姐 你怎么在这里 我回头 瞧见一身嫩黄衣裙 娇俏出城的妹妹 而那位九公子 今日依旧是一身华服 上边张脸被面具遮盖起来 裸露出的下半张脸 倒是与裴九川有几分相似 这下更加证实了我内心的猜测 这个九公子就是一个幌子 注意到我在打量九公子 妹妹连忙往旁边移了几步 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没直接回答 反问 妹妹又为何在这 妹妹得意地拨弄着发尾 我自是照着父亲的嘱托 来陪贵人的 我好笑地看了眼裴九川 巧了 我这也有位贵人 妹妹这才注意到 我身侧的裴九川 裴九川一身粗布麻衣 穿得十分低调 但那周身的气质 出众的长相 瞧着便是不俗 妹妹目光闪烁 哪里来得穷秀才 也配用贵人二字 姐姐不怕辱没了九公子 妹妹这番话一出 我就知道 她没认出 裴九川是那天卖花灯的小贩 当她知晓 裴九川才是真太子的时候 会是什么神情 九公子听了妹妹的话 连忙呵斥 住嘴 她还想说点什么 但被裴九川阻止了 裴九川捂着额头 楼依小姐这一句穷书声 伤到了在下的心 寒窗苦读十年 若是小生因此落榜 指得上府哭诉了 妹妹被耿住 你 你别无赖 你考不中筒 我有什么关系 裴九川摊了贪手 一副我就是额你了 你能拿我怎么办的神情 妹妹求助的 看向九公子 九公子却没有开口 妹妹深吸两口气 你要如何 裴九川竖起两根手指 二十两补偿费 妹妹憋屈地丢下二十两 拉着九公子离开了 裴九川分了我十两 早知楼小姐的妹妹 这般有钱 便开口两百两了 我默默把银子揣荷包里 殿下应当不缺钱 银子可不嫌多 别看着只有十两 够给城外的流民 换上三天的粥了 我手一顿 又默默地把荷包里的银子掏出来 殿下人心 这二十两算楼央为那些流民献的 裴九川没有推辞 结果银子揣到了怀里 一来一回倒贴十两 没想到殿下是这般性子 我也是人裴九川眨眨眼 或许就是做了这个殿下 才叫我这般厚脸皮 九 这之后 只要父亲不在府上 我便溜出来与裴九川商讨 如何筹钱处置那些流民 也是因此 妹妹也每日出门 同那九公子约会 我没多管闲事 妹妹便越陷越深 府上来往的媒婆 再次多了起来 但说的人家 都不是父亲想要的 她费尽心思 定然要前权两得 有人提携 有钱铺路 得以换清云路 事情告一段落的时候 已是冬日渐退 大地回春 一道圣旨送到了府上 我换了一身肃长袍 撞见妹妹的时候 险些没认出来 妹妹今日妆容温婉大气 在母亲连日的教导下 退去了不少智能 有了几分当家主母的风范 妹妹扫试着我的衣裳 无嘴笑 姐姐怎么穿得这样不伦不类 若是缺衣裙 大可来妹妹这戒几件 可别丢了府上的脸面 连累我这个太子妃啊 什么 太子妃 妹妹该不会以为 今天的圣旨 是侧封太子妃的吧 到了前厅 见到父亲红光满面 我才发现 事情比我想的还要离谱 难道父亲也是这么认为的 一家四口 除了我都沉浸在 妹妹要当太子妃的喜悦中 下一秒 公公抖了抖圣旨 尖声高喊 楼央上前接纸 父亲和妹妹的表情 全都僵在了脸上 妹妹下意识出声 公公是不是搞错名字了 楼家有两个女儿 公公瞥了她一眼 你是楼依吧 妹妹萌萌点头 公公凉凉地道 那就没搞错 没你什么事 一直到圣旨宣读结束 我接了圣旨 妹妹都没反应过来 父亲则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凑上钱塞了张银票给公公 低声打探 公公可知 圣上为何突然下旨 让小女参加相试 公公将银票推了回来 咱家只是跑腿的 其余都不知 父亲勉强地笑了笑 亲自将人送了出去 妹妹这时候才回过神 她扑上钱 扯着我的领子 你做了什么 楼央你做了什么 我掰开她的手 我什么都没做 怎么会没有 妹妹的状态 瞧着有些不对 几乎是这个想法出现的同时 妹妹便两眼一番 晕了过去 好在母亲及时将人接住 身边的丫鬟连忙出去寻大夫 父亲回来的时候 大夫紧赶慢赶地到了 老大夫一摸卖相 心惊得手直发抖 父亲看出不对 平退了吓人 小姐原先便体弱 再加上怀有身孕 这一时气急攻心才晕了过去 十 什么 父亲和母亲一口同声地问了出来 父亲脸色黑得能低沫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老大夫抹了把额头的汗 颤颤巍微微地重复了一遍 只见父亲眼睛一闭 也晕了过去 不用耗脉也知晓 同妹妹一样气急攻心 父亲没多久便悠悠转省 他沉着脸一句话未说 直到晚间 妹妹醒了 看到众人的表情 妹妹便知晓事情已经暴露 父亲冷声则问 是谁 妹妹咬唇解释 是 太子 女儿肚子里的孩子是太子的 扑 嗨嗨嗨 我一口水喷了出来 差点没把自己呛着 父亲不悦地瞪了我一眼 随后追问妹妹 你确定吗 妹妹斩钉截铁 这怎么可能有错 孩子就是太子的 父亲没有回答妹妹 而是再次看向了我 还处在这做什么 不去做你的功课 到乡事上丢我的脸吗 这是要支开我了 因为妹妹这消息 父亲顾不上管我 也没追问为何圣上 会下这样的圣旨 倒是省了我的解释 这一事 我再次与妹妹 走上两条不一样的道路 十一 时间慢慢过去 可东宫一直没有动静 妹妹的身子 眼看就要藏不住了 父亲决定不再等候 拖了许久的关系 才得一见太子一面 父亲回来时 脸色十分难看 好像是 太子并不承认 与妹妹有关系 更别说妹妹肚子里的孩子 父亲当晚就发了长火 责怪妹妹放浪 就这样射身子 他要妹妹落了孩子 妹妹坚决不同意 我要生下这个孩子 不管太子殿下承不承认 这都是皇室血脉 妹妹闹了几天 父亲只好妥协了 我想 父亲是在赌 如今妹妹已经失身 对父亲而言 价值早已减半 他只能赌这个孩子 是太子的 可惜这场赌局 注定是输 我带着功课找上父亲 父亲当初连中六元 以寒门学子身份 必压众人 拿下状元的称号 靠的是真实力 我问的多了 父亲有些不悦 楼央 就算你过了乡试 又能怎么样 自然是准备会试 甚至是电视 父亲自嘲 你可真敢想 可见了电视又怎样 当上状元又怎样 更别提 你只是一个女子 父亲没吭声 我不气馁 父亲在朝中受世家打压 孤立无援 若是女儿连中三元 便能传播出父亲的名声 父亲大可趁机 收些有天赋的寒门学子 只要朝中你的门客越来越多 我停在这 没有再说下去 过了许久 父亲重新开口 从今日起 每天我会留给你两个时辰 是 父亲 就这样 我每日跟在父亲身边学习 得到了最好的教导 而妹妹被关在院子里养胎 对外只说 母亲身子不好 妹妹孝顺 去寺里祈福一年 相试有三场 虚联考九篇 虽开了恩科 准许女子参加科举 今年这一场 还是只有我一个女子 放榜那日 我没急着派人去看 没意会 便有敲锣打鼓的声音 由远而近地响起 红榜刷的一下落下 楼央二字醒目地 位于第一的位置 恭喜楼介缘 祝贺声一句接着一句 我拿出早已准备的银两 打赏给他们 这一期的秋归 介缘叫一女子拿了去 这是引起了不少 学子间的暗流涌动 我并不在意这些 反倒是学得更加刻苦了 父亲也受到了 不少同僚的恭贺 他脸上有光 教得也更尽心了 十二 春归在来年三月 这年就这么一晃结束了 迎来了新一年上元节 我放下书本 出府透透气 走着走着 不留神间 又走到了那个 卖花灯的摊位 看清摊主的那一刻 我勾纯笑了笑 殿下今年也来卖花灯吗 裴九川 取下一盏兔子登地给我 今年在等人 灼热的眼神 烫得我下意识地偏开头 那今年我就不耽误殿下赚钱了 不知是否是我的错觉 裴九川似乎这一事 也对我有益 然我已经走上科取之路 并不想此生困于后院 所以我不会接受裴九川 这么想着 我转头打算回府 也透足气了 有这时间闲逛 不如回去多写篇文章 裴九川却像是瞧不见我的疏远 我送你回府 我皱眉 殿下无须如此 裴九川眨了眨眼 怎么 娄小姐为我献计 也算得上本宫的门客 往日本宫与那些文官商谈 也会将人送回府 裴九川说到这份上 我只好点头答应 回去的路上 他也只是询问了一些课业上的事 像是有人般的谈话 令我放松了不少 拐到街口的时候 突然有个狼狈的身影出现 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他瞧见我同太子一起 愣了一瞬 裴九川抢先开口 阿九 阿九 这个人莫不是往日的那位九公子 裴九川转身向我介绍 娄小姐应当见过他 是我那不成器的暗卫 排九 原来是这样 虽早有猜测 但这个结果 多少令我心底震惊 所以妹妹肚子里的孩子 是他的 裴九川嘴角依旧挂着那道笑容 只是眸子冷了冷 管不住自己 犯了错 便被逐出府了 阿九听到这句话 猛地跪了下去磕头 殿下 殿下再给阿九一次机会吧 让阿九留下吧 裴九川没有回话 阿九就这么一直磕 一直磕 我先开口了 你见过他了吗 阿九身形一晃 僵在了原地 就连我都知晓 暗卫只有死 没有逐出府的选项 太子心善 但你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裴九川周身的冷气散去一些 走吧 去见他最后一面 这便是下了死令了 剩下回府的路程 走得十分安静 府门口 父亲竟已梳洗完毕 公公静静地迎接 想必是命人递了信过来 裴九川将父亲搀扶起 不必铺张 本宫只是来送个人 前阵子楼大人询问 本宫是否认识恋爱 本宫记得楼大人有两个女儿吧 十三 父亲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面露惊喜 陈 陈家中是双生女 裴九川点了点头 左右张望 那怎么不见另外一位楼小姐 父亲犹豫一瞬 命人去请妹妹 没一会 妹妹的身影便出现了 她已怀有八月身孕 却丝毫没有影响到她的美貌 反倒是令她周身多了些柔和 更加惹人恋爱 在父亲的疑惑中 妹妹还未行礼 直接扑进了阿九的怀里 殿下 你终于见一样了 妹妹这话一出 裴九川还在悠哉悠哉地喝茶 父亲吓得冷汗直流 冷声呵斥 住嘴 妹妹却还没反应过来 她欢喜爹拉着父亲 爹爹 殿下来接我了 来接我和孩子回去了 父亲这下全明白了 怒火中烧 抬手给了妹妹一巴掌 妹妹捂着脸难以置信 爹 你打我 父亲顾不上她 连忙跪地请罪 陈教女无方 误了殿下的名声 还请殿下恕罪 妹妹这才注意到 坐在上手喝茶的裴九川 你 你个穷书生 怎么会在这 裴九川放下手中的茶盏 似笑非笑 得了娄小姐关照 特来还恩情 阿九 阿九猛地跪地 殿下 妹妹瞪大了双眸 双手颤抖地指着阿九 你喊她什么 阿九闭了闭眼 尘世殿下身边的暗卫 排第九 因着身形相似 才得了殿下的青睐 殿下出东宫 便会由我带着她的龙文佩 走名路 挡住眼线 妹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好似晴天霹雳一击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妹妹嘴唇抖动 仿佛着了魔 一定是你们在骗我 对 楼央 肯定是你在骗我 你嫉妒 我要当太子妃了 联合他们来骗我 啪 父亲又是一巴掌 打在了妹妹的脸上 来人 把小姐带下去 裴九川开口阻止 楼大人就让他们 见上最后一面吧 太子开了口 父亲只好擦了擦冷汗 又让下人退下了 小女疯癫 多有冒犯 还请殿下见谅 阿九冷淡的脸上 终于多了些表情 他伸手想要搀扶妹妹 却被妹妹躲了过去 别碰我 你这般下贱之人 怎么可能跟我有关系 阿九的手就这么僵在哪 妹妹扫尸了一眼我们 亮亮呛呛地往外走 骗子 都是骗子 我要去见太子 裴九川失望起身 楼大人今后 还是安心留在家中管教吧 朝堂上的事 自有他人接受 这剩下的是家事 本宫便不再讨扰了 这言外之意 便是要父亲主动辞关了 父亲跌坐在地 我垂眸躲避 扶身行礼 眼下 我只想想好好参加春归 这一晚 爹爹喝了个宿醉 他的青云露 再也没有了 而妹妹夜里头胡自尽 被救起时 嘴里还在念叨 怎么没有重来 我是要当太子妃的 等等话语 后来便起了高烧 一直在院子里昏迷着 而我苦苦等待的春归 也拉开了序幕 十四 三天时间一晃而过 出了店 回府将答卷与父亲一对 父亲顿时拍桌叫好 不出意外 剩下的就看电视了 父亲没了关身 仓老了不少 但也看得比先前通透了 他收了几个寒门弟子 专心教导学业 等待放榜期间 妹妹执意要见我 我去了 因着风寒 又伤了心神 此时的妹妹 瘦得皮包骨 湿了美人像 那高高隆起的腹部 像是抢走了她浑身 所有的养分 见到我来了 妹妹自嘲 姐姐也重生了吧 我闹得笑话可还好看 我站在床榻前 摇了摇头 我提醒过你 那不是太子 一开始 也是你抢先选的美貌 妹妹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 是啊 无论怎么选择 赢家总是你 可是凭什么 我们明明是双生姐妹 凭什么你就比我过得好 笑着笑着 她眼角落下一行泪水 我轻叹一口气 无论前世 还是重来一世 选择都不会改变本质 妹妹 我们虽为双生 但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你依然是你 我依然是我 说完 我便头也不回 转身离去 身后是妹妹 撕心裂肺的吼声 下一世 我再也不跟你做姐妹 我脚步一顿 轻叹一口气 双生并递 我们本应互相扶持 却不想 闹到了这番场面 来世 确实不要再做姐妹了 中 春归放榜 楼杨一鸣再次成为榜首 众臣哗然 纷纷上书不可 电视时 太子为其撑腰 怒遍百官 中 圣上清点 楼杨为本届状元 这也是史上 第一个女子成为状元 也是因此 不少家中开始准许女子启蒙学习 后在朝廷的扶持下 各地推行举办女校 此举 再一次推动了女官制的发展 女性地位得到空前提升 而楼杨一直被朝廷重用 一路平步青云 成为第一女相 后史册记载 女相楼杨兼任皇后 有不少也史 记载新帝还是太子时期 与楼杨的爱情故事 其中真假 世人不知 只听说二人育有一子 一出生便被封为太子 而这位太子殿下 小名为二十两 可谓当朝第一去世 全文完